2024年元月1日,中国大陆一反常态,各地禁止跨年夜活动。 尤其是广州还特意警告称,凡是人流自动聚集的地方将采取管控措施,民间讥讽管控上野。 专家认为,中共恐惧民间跨年夜演变成街头的群体抗共事件,影响政权稳定。 2023年年底,大陆各地纷纷发通知,禁止跨年夜活动。 尤其是上海外滩是往常年轻人举行跨年夜活动的首选。 但当局在圣诞期间发通告,外滩、北外滩和小鹿家嘴地区不展演主题光影秀,不组织零点倒计时活动。 而南京的鸡鸣寺保留节目状中跨年夜活动也宣告取消,元旦期间,我四部举行状中跨年夜活动。 而武汉则通知在31日晚8点之后,轨道交通1、2号线巡礼门站,2、6号线汉江路停止运营,换乘,服务。 广州天河公安官方微博发通知,跨年夜、花城广场、海新沙亚运公园等地公共场所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大型群众性活动。 在广州月秀,公安官方微博不仅提醒民众,北京路商圈、海珠广场、月秀公园、二沙岛、东山口、中华广场等公共场所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甚至还警告称,届时,警方对人流密集场所将事情实施人流管控措施,请民众配合。 大陆的网友北风过西对此讥讽表示,这真的是管控上瘾了。 吕傲的历史学者李元华向大纪元表示,中共自己实际上是心虚,他知道经济不景气,老百姓怨声很多。 他害怕这种群众性的聚集活动,因为他觉得是不可操控的。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在这个活动中大家打出了自己的心声,恐因此而引起社会大的动荡,他就觉得没有保证。 中共因为没有自信嘛,习的下属就是为了保证一个表面的平安,他宁可用这种强暴式的做法,一级一级地压下来。 他不管过去那种假繁荣,盛世这种场面都不要了,连这一层伪装都不要了。 他非常恐惧老百姓把这种庆祝活动转向反共的,实际上说反抗中共暴政的事件。 北京有市民李先生向大纪元表示,北京街头新年烟花也不给放, 我们只能偷偷地放。 当局现在异常恐惧民间维权抗争,所以新年北京街头这段时间特别多的是群防群治这种标语。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方,当地时间1月1日下午4时许,接连发生地震, 最大规模7.6,当局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目前已知许多地区道路均裂,路灯与红绿灯倾倒, 石川县内轮岛式建筑物发生大火。 建筑物被毁,数万户家庭断电,并促使一些沿海地区居民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日本气象厅表示,接下来2到3天仍可能出现震度7级左右的强震, 呼吁民众留意建筑物倒塌及土石崩塌等可能危险。 截至日本时间2日上午9点,轮岛式宣布8人死亡,7人重伤, 且著名旅游景点早逝朝市通的大火尚未扑灭, 另外能登机场也因为地震,跑道跟杭煞目前无法使用。 据NHK报道,当地时间1日下午4时06分左右,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地震,震中为能登地区,震级为5级以上。 下午4时10分左右,石川县能登地区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7级。 7级地震的震中非常浅,震级估计为里是7.6级。 能登地区发生7次地震,截至当地时间下午5点, 日本全国共发生11次地震。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10分, 深度为10公里,6英里。 日本气象厅向石川县、新泄县和富山县发布海啸警报。 石川县最初发布重大海啸警报, 这是自2011年3月日本东北部发生地震和海啸以来的首次警报, 但随后降级。 俄罗斯和朝鲜也对部分地区发布了海啸警报。 日本气象厅向石川县、新泄县和富山县沿海地区发布海啸警报。 海啸警报敦促人们迅速离开沿海地区, 预计海浪将达到5米。 下午4时21分, 轮岛市观测到高1米20厘米的海啸。 下午4点35分, 80厘米高的海浪到达富山县, 受海啸影响, 富山市丘浦桥下的水流剧烈晃动。 4点36分, 40厘米高的海浪也到达新溪县白旗市。 下午4点10分, 新溪佐渡岛也观测到海啸。 从北海道到长崎的日本海沿岸, 发布了高达3米的海啸警报。 能登半岛地区发布的重大海啸警报, 是三级警报中的最高级别, 相当于2011年3月东北地区地震后发布的一级警报。 不久以后, 当局调降海啸评级, 并最终将其削减为咨询。 NHK报道, 在新泄县商业市, 电线被切断并被汽车轮胎卡住, 在居民区看到家家户户都在屋外准备避难。 此外, 海啸警报已经发出, 导致通往该市陆地一侧的道路交通拥堵。 另一方面, 信号灯和房屋灯仍然亮着。 这次地震发生在元旦, 东京和整个关东地区都有震感。 当地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 日本石川县北部株洲市的一栋建筑在尘土飞扬中倒塌, 轮岛的一条道路出现巨大裂缝, 惊慌失措的父母紧紧抓住孩子。 据报道, 轮岛市有至少30座建筑物倒塌, 该镇约有3万人口, 已七七而闻名, 一场大火已吞没了几座建筑物。 据公用事业提供商北陆电力称, 石川县和富山县有超过3.6万个家庭断电, 这些地区的气温将在一夜之间降至接近冰点。 电信运营商还报告称, 部分地区电话和互联网中断。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 这是该地区40多年来最强烈的地震。 日本政府发言人Yoshi Masahayoshi告诉记者, 地震造成房屋被毁, 火灾发生, 军队人员被派去帮助救援行动。 日本电视台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称, 石川县制鹤艇移动建筑物倒塌后, 一名老人被宣布死亡。 日本政府表示, 截至周一晚间, 已下令日本主岛本州岛西海岸9个县, 于9.7万人撤离。 他们计划在体育馆和学校体育馆过夜, 这些体育馆和学校体育馆通常被用作紧急情况下的疏散中心。 在石川县热门旅游目的地金泽, 居民大海领子对路透社表示, 地震发生后不久, 他就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一起疏散到附近一所小学。 他说, 教室、楼梯间、走廊和体育馆都挤满了疏散人员。 我们还没有决定何时回家。 他说, 涌入日本长野山区, 参加冰雪运动季节的游客也感受到地震。 地震发生时, 50岁的台湾滑雪运动员约翰尼, 吴正在度假圣地等待返回酒店的班车。 地震发生时, 窗户发出嘎嘎声, 屋顶和头顶电线上的积雪也摇晃起来。 当时大家都很恐慌。 我好一点, 因为我来自台湾, 所以经历了很多。 但是, 我还是担心地震会变得更严重。 他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做出三点指示。 一, 及时准确地向公众提供有关海啸、 避难等方面的信息, 采取包括居民避难在内的周密措施, 防止灾害发生。 二, 尽快评估损失情况。 三, 与地方当局密切合作。 在生命至上的政策下, 整个政府应尽一切努力实施紧急救灾措施, 包括对灾民的救生和救援措施。 岸田文雄周一晚间告诉记者, 他已指示搜救队, 尽一切可能拯救生命, 尽管由于道路封锁, 进入地震灾区很困难。 日本能登半岛强阵, 是当地自188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地震。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 已经确认号称世界最大核电厂, 位于新西线的百奇亿与核能发电厂, 发生泛燃料水溢出的状况, 目前正在测量放射性含量。 由于溢出的泛燃料水仍留在建物内, 所以对外界没有影响。 另外, 于砸郡制鹤艇的制鹤核能发电厂 有机组变压器出现漏油。 东海道兴干线列车部分停运。 据J2东海, 东海旅客铁道, 称, 受地震影响, 东京站至小田园站之间 以及丰桥站至新神护站之间的 东海道兴干线的列车运行暂停。 在确认安全之前, 尚未决定是否恢复运行。 交通部门表示, 通往地震灾区的40条火车线路 和两条高铁服务停止运营, 6条高速公路关闭, 石川县一个机场因跑到裂缝而被迫关闭。 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 停飞前往复山和石川机场的飞机, 而日本航空公司 则取消了飞往新泄和石川地区的大部分航班。 2023年最后一天, 12月31日深夜, 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发生4.9级地震。 此次地震造成兰州、 西宁等地震感强烈。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31日22时27分, 在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发生4.9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震中位于北纬36.74度, 东京105.00度。 震中距平川区16公里, 距静远县34公里, 距宁夏海源县61公里, 距白银区79公里, 距白银市80公里, 距兰州市130公里。 震中位于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 共和镇的村民对新京报表示, 31日22时27分许, 他与孩子正准备入睡,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巨响, 开始以为是马路上有大车经过, 后来房子摇晃, 才反应过来是地震了。 该村民说, 地震摇晃大约持续了10秒钟, 他与孩子来不及穿衣, 连忙往门的方向跑, 可门怎么也打不开, 等地面不再摇晃后, 他才把房门打开, 跑到屋外空旷的地方避醒。 该村民还说, 他的父母与弟弟住在聚齐800米外的中和村, 他们说家中的房屋多处出现裂缝, 但好在没有出现倒塌。 镇中距离最近的村围, 平川区宝鸡镇小川村, 距离镇中6公里。 镇中平川区宝鸡镇小川村, 当地一家食料厂周边出现落实。 小川村多位村民反映, 地震过后, 家中的房屋同样出现了裂缝。 吴贵, 化名, 回忆, 地震过后, 吴贵回到家中发现, 屋内靠着柱子的墙壁出现了一条长约一米的裂缝。 此次地震造成蓝州, 西宁, 银川等地震感明显, 惠明县, 静远县, 景泰县, 白银区均有明显震感。 大陆网民表示, 蓝州震感强烈, 大概十几秒钟。 坐标甘肃白银, 震撼很强烈。 宁夏也有震感, 青海西宁有震感。 甘肃滑池有点震感, 距离二百多公里。 还有人说, 又光着脚跑下楼了, 希望不要再地震了, 吓死了。 静远居然地震了, 静远人表示快被吓死了。 新年第一天, 1月1日80至2日80, 贵州25个县市区境内突降冰雹, 最大冰雹直径为长40毫米。 杂地劈啪作响。 当地民众称, 大东天下冰雹真是稀奇古怪, 不是好兆头。 也有网友表示, 2024第一天就下了难得一见的冰雹, 看来又是多灾多难的一年。 , 我会想到你继续的行动了。 这个地方有点灾的判断, 还有不需要层次负责。 我们在这边的冰雹, 我们在这边的冰雹上往下楼上楼, 我们是想要复兴的事情, 我们在这边的冰雹上往下楼往下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